喂,我是刑警 现在我们抓到的歹徒 不但冒用你的名字领要 还去银行开账户 现在已经有人被骗了 要告你诈欺哦 哈哈,我成交了 为了抢票 卖家要我先汇款 他会优先留给我 看,我用网路银行汇款 卖家说他已经收到钱了 明天就寄票给我 诶,小心被骗 诈骗花样多又多 不断推陈初心 为了保障民众辛苦血汗钱 警察局举办 全民反诈骗金融机构讲座 由邱县长警察局长共同主持 共有金融人员150人参与 提醒他们保持警觉 遇到可疑状况 要鸡婆 主动关怀提问 协助民众远离诈骗 存入他要提款80万 提了80万我们就觉得 他蛮可疑的 因为他不曾提那么多钱 问他他不讲 他说他不会那么呆 他常看电视 他不会被骗 我们那主委派施手 就直接送他回去 他才醒过来之后 他没有被骗掉 现在目前我们是三万块以上 我们都要做一个关怀的动作 这样子 再遵循他是 你要汇给谁 或者是你认识对方吗 是你什么人 这样子都会有做一个这个动作 根据统计 新竹县诈骗案件近三年来 已从767件下降至443件 以99年为例 443件的诈骗案中 又以网路拍卖购物 诈骰367件为最大宗 其次为假冒机构公务员的诈骗案 如果那时候行员 如果有发现一些比较可疑 或者是一个年纪大的 要提点很多计划的时候 如果能够做一些关怀提问 然后通知我们警察机关到场 可能就会防止一次诈骗的发生 警方结合金融单位 协助民众坚守第一道防线 也制作各项反诈骗看板做宣导 如民众有任何疑问 都可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查证 杜绝被诈骗 老季165防片真简单